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嘉嘉 这个豆浆是比较受欢迎的早餐饮品之一 因为它里面附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有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等等 只不过现在在外面所买到的豆浆 经常都是被人稀释了不少 所以里面的营养也会少很多 还有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现在就有越来越多人会喜欢在自己家 其实是自制豆浆 只不过你不要以为这个自制豆浆 你喝起来就可以安全无忧了 因为一个不小心 这个豆浆没有煮熟的话 很有可能你就会中毒 从网络搜索来看 搜索豆浆中毒这个关键词 出现了上千条的甜 早餐的时候喝豆浆的方式不对的话 可能会引发中毒 而且豆浆未煮熟会残留 早数令人中毒 到底这个传言是真是假 2014年10月份 清允市就有一家小学81名学生 在喝完豆浆之后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咬吐和口痛症状 他们喝的豆浆出现了什么问题 难道豆浆没有煮熟 真的会导致人中毒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来说 平时我炸完豆浆之后 就会把它放进煲里 然后就会煮滚 煮到它起了水泡 然后就这样 才会关火然后不出来喝 喝完之后我又没什么事 难道是这家学校在煮豆浆的时候 并没有煮到它滚就已经出了煲 那会不会有点太麻烦呢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你 和我们的街坊朋友 平时在煮豆浆的时候 又会像我这样煮到它滚了 一会儿是偷偷加一下就算熟的了 自己煮豆浆吗 会啊 有有有 没有 我们很少煮豆浆好了 没有 会啊 有什么煮啊 很久我都有煮去豆浆的 那你一般炸几次出来 你再加热吗 一般加热多久 三五分钟吧 不需要啊 如果有豆浆机做的话 然后把它滚掉就行了 把上面的豆浆一滚就行了 一般它一滚的话我就可以起锅了 它一打瘦了 打瘦了 它就瘦了 它自己开了 一般煮开 一两分钟之后 我就流出来了 我用脂脚的 脚完后自己做的 出来做磕的 看到那个牛呢 它就自动煮熟了 再炸 炸完了就停了 豆浆没有煮熟 会做这个事吗 没有 有听说过 但是现在豆浆机应该不会吧 有没有听说过 没有啊 我也看到很好 它烧开了 里面烧开了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那个豆浆机 是很合适的 从随机调查来看 有些街方就认为 豆浆一煮熟就可以起锅 而大部分街方就说 这个豆浆加热久一点 才算是煮熟 因为饮肉未被彻底加热的豆浆 容易造成中毒 为什么饮未被彻底加热的豆浆 会中毒的呢 豆浆呢 它在煮制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我们把它称之为钾沸 因为豆浆当中呢 它含有一个造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呢 它本身呢就是可以使得我们的豆浆 产生泡沫 类似于沸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我们煮制豆浆的时候 当它的温度只是达到80到90度左右的时候 那么这个造素呢 它会产生大量的泡沫 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以为 豆浆已经煮开了煮熟了 但是实际上它的温度还没有超过100度 所以这个时候呢叫做钾沸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关掉火 直接豆浆拿下来来饮用的话 这个豆浆它里面的造素还会存在 对于人体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煮制豆浆的时候 一定是要把它的温度 一定煮制到它真正的100度沸腾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来使用 原来大豆里面天然含有一种毒素叫做粗素 粗素对消化到粘膜有很强的刺激性 会引起冲血、肿脏和出血性炎症 出现恶心、呕吐、腹射和腹痛等症状 还可以抑制蛋白梅至甲状腺肿等毒副作用 一般来说 粗素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可以被破发 不过一旦豆浆没有完全加热煮素 这个大豆里面天然含有的粗毒素 就会残留在豆浆里面 令到饮的人出现中毒的情况 那到底平时我们自制豆浆煮多久才算是煮熟呢? 我们马上实验求证 原来豆浆没有煮熟 当中就会残留有大豆本身天然含有的粗毒素 而这种毒素会导致人体的血细胞分裂、死亡 甚至乎令到我们中毒 那怎样才可以知道 这个豆浆是不是已经煮熟了 已经完全破坏了当中的造素呢?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做个实验 首先我们提前准备了一份已经浸好的黄豆 然后调查员用这个炸汁机搅拌打仗 一看就知道调查员平时没什么用过炸汁机 看看这个黄豆在机器里面高速运转 竟然有一些心惊惊 为了实验对比更加严谨 我们首先取出一份新鲜出路 未经过加热的豆浆作为空白对照 然后调查员用电池炉加热剩下的豆浆 加热了五分钟 这锅豆浆很快就起铺了 出现了沸腾的迹象 好了 现在锅里面的豆浆就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沸腾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水泡就从底部向上涌 电视机前的高速朋友通常在这个时候 刚刚煮沸就已经关火了 我们现在也是无意这样的动作 就将火关了它 然后取锅里面的小两部分就放入这个保鲜盒里面 就作为第二份的样品 不过先煮了就这样几分钟 豆浆是不是真的熟的呢? 我们拭目以待 而接下来 我们将刚鲜沸腾的豆浆继续加热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浆有什么不同 哇 现在锅里面的豆浆已经沸到辣了 那我们就把火关了它 经过了五分钟的时间之后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锅新鲜的豆浆 哇 很香 现在整个食物都离慢着大豆的香气 那我们就把最后一份的实现样品 放入保鲜盒当中 到底煮豆浆煮多久才算是煮熟呢? 而且可以把豆浆里面的早素完全破坏 我们将三份样品分别是刚刚打出来的生豆浆 以及加热至出现大量泡沫的时候 刚刚沸腾的豆浆 煮沸之后继续加热五分钟之后的豆浆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早素检测 那我们马上就会将这三份的样品 送去专业的检测机构 给老师帮我们检测一下里面的早素含乱 就行了 一天之后我们等来就检测结果 检测显示 之后第三份豆浆是完全煮熟 没有早素残留 第二份样品还检测出含有早素0.14毫克 不过第二份豆浆 不是已经完全起泡出现沸腾迹象了吗? 为什么它的早素并没有完全破坏干净? 难道这个豆浆并没有煮痕? 我们刚才看到的都是假象 为什么加热至沸腾的豆浆里面 依然会残留着做素? 当它在沸腾的状态之下 温度又会有多少呢? 我们现在就来再次做一个实验 在我的左边有一锅新鲜打出来的豆浆 我们现在就放进锅里进行加热 同样我们再次煮一锅新鲜的豆浆进行观察 煮了几分钟 豆浆已经完全起泡了 出现沸腾的迹象 这个差不多就是我们刚才取出第二份样本的时候 现在锅里面的豆浆已经开始沸腾了 有大量的气泡就从底部向上冒出了 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现在的这一锅豆浆它的温度是有多少 好了 经过了测试之后我们发现 虽然现在锅里面的豆浆已经沸腾了 但是温度只不过是80摄氏度 如果说在一个正常的大气压底下 沸腾的温度就应该是100摄氏度 所以说现在的这一锅豆浆看上去好像是沸腾了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假沸腾的现象 这个时候温度才80度 豆浆的沸腾是100度 也就是说这个豆浆是未完全沸腾的 而接着来 调查员继续加热豆浆 手拿着温度计继续测试 在沸腾之后继续加热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温度计的温度 慢慢是从80摄氏度 是逐渐推向了100摄氏度 也就是说这一锅豆浆在第一次沸腾之后 要持续加热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才算是这一锅豆浆是真正沸腾了 在豆浆第一炒沸腾之后再等一分钟 它的温度从80度升到100度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豆浆才完全沸腾 所以调查到这里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豆浆加热到80度到90度的时候 会出现大量的白色泡沫 很多人不以为这个时候豆浆已经煮熟了 但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假沸腾 这个时候的豆浆是不可以破坏豆浆当中的组素 而只有出现大量气泡现象之后 继续几分钟煮至泡沫完全烧身 这个豆浆才算加热到完全煮熟 原来在我们加热豆浆的过程当中 即使它出现了大量的水泡 和好像煮滚了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 它都不代表是完全煮熟了 里面依然可能会残留着部分的组素 而更加令我们担心的就是 里面除了有可能残留造素之外 还有可能会积聚一些 令到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作案空手 豆浆在煮熟之后 里面除了海铲存部分的造素之外 它还有一些细胞粘积素 还有一些胰蛋白霉的抑制剂 这些东西如果一旦被人使用 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的话 对于人体来说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刺激作用 甚至是毒害作用 所以我们一般是希望大家 在喝豆浆的时候尽量把豆浆煮至 完全熟了之后才再饮用 一般来说根据我们自己家庭里面的 这个煮制的这个过程的用处有所不同 我们一般就是可以看 豆浆在沸腾之后 它在第一步沸腾的时候 一般来说它的温度大概是80到90度 那我们尽量能够把锅盖打开 让它的这个沸腾的时间接着延续 如果再能延续个三到五分钟 我们的这个豆浆应该算是完全组织 变熟 专家就说了 未煮熟的豆浆除了含有组素 还有胰蛋白霉抑制物 维生素抑制物等等有害物真 而饮用了未煮熟的豆浆引起的中毒潜伏期比较短 一般是30分钟到一个钟就会有症状表现出来 例如恶心、呕吐、腹杖、腹射等等 专家就建议市民自己在家打仗加热豆浆 在观察豆浆是不是煮开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是不是产生大量泡沫为标准 之所以会有泡沫 只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氧气、氧化碳和氮气 在搅拌过程当中混在一起 和煮开是无关的 而豆浆出现假肺现象之后 我们必须继续煮至泡沫完全消身 再转小火煮几分钟 等豆浆徹底煮熟之后才可以安全饮用 通常我们自制豆浆 就会先用一部炸汁机将黄豆打成一张 然后再把它放进锅中煮滚 然后就可以拿来饮 但现在有些人贪方便 而且科技也是日生月异 所以就出了一些一体式的机 这些机就可以打浆和加热一体化 不用我们分开几个步骤去做 同时这种一体机是密封状态比较好的 密封的时候便会自行加热 定时加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无法清晰地看到里面的加热 沸腾情况 到底里面的豆浆是已经熟了 还是未熟的呢 我们又需不需要再次拿它出来 去另行加热 搜索豆浆机 我们发现不少网友都提出了类似的疑问 这个豆浆机是否可以煮熟豆浆的呢 经过街坊的调查 我们发现有60%的街坊 都会用豆浆机打出来的豆浆再次加热 原因就是 他们认为豆浆机不可以完全煮熟豆浆 而有些街坊就认为豆浆机可以煮熟豆浆 而再次加热豆浆 反而会造成豆浆的营养流失 上一节通过调查 我们知道豆浆没有煮熟 是会残留大豆天然含有的组素等有害物真 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一体化的豆浆机 他们是怎样加热豆浆的呢 这些豆浆机到底可不可以煮熟豆浆呢 我们继续实验验证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拿着的这一部就是一体式豆浆机 打浆和加热是一次过完成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机器 它的密封状态是比较好的 外面就是不瘦钢的 而且里面又是一个密封的盖 完全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情况 那当我们打豆浆的时候 也不知道它是否在打 又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加热到沸腾的状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很难判断 说当中的豆浆 是否已经是煮到我们可以喝的程度 那我们现在就立刻来做一个实验 首先调查员用一部一体化豆浆机 继续了一锅新鲜的豆浆 做好的豆浆一起送到专业检测机构 进行早速检测 一般的增加豆浆里面都含有另一个肇数 然后如果正常的豆浆里面的话 它准备了就可以破坏里面的肇数 我们现在通过就是用这个 豆浆清洗的选色管 来检测一下里面的这边的豆浆 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倒数 这个是一份生熟豆浆快速测试管 当豆浆没有熟的时候 这个测试管就会显现红色 而豆浆如果熟透的话 它就会显现淡黄色 这个一体化豆浆机做出来的豆浆 到底有没有完全煮熟呢 从检测结果来看出 就是我们抽取的那一款鱼体 豆浆机打出来的豆浆 是没有残余的造数的 是已经证明已经是熟的了 所以也可以上去吃 检测显示这两个样品都没有变色 也就是都没有早速残留 而豆浆机销售人员就表示 现在一体化豆浆机 基本上都是边打浆边加热 在这个过程当中 豆浆是可以完全加热到煮熟的 一般是有两种加热方式的 好像这些就是底部加热 底部加热就是平底的 它就是那个法律是底部 底部加热就造成一个受烟不够的 就是不会受不分的 如果是立体加热 就是空中加热持续高温 使得豆浆更加香热 又滑 增加了加热的面积 使得豆浆更加均匀 不会焦不会弯 它有一条发热的丝 在里面前要加热 按照加热方法的不同 目前豆浆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环绕立体加热 一种是底盘加热 由于底盘加热 杯体底部的面积比较小 导致杯体底部受热量较高 容易出现漿糊 而环绕立体加热豆浆 受热就比较均匀 出漿率高 所以建议各位在购买豆浆机 可以选择环绕立体加热的 一般来说我们在市面上 购买的正规的这些豆浆机的话 它的整个程序设置 应该是已经让我们的豆浆 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 这个熟的这个过程 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用豆浆机煮出来的 这个豆浆 我们可以认为 它已经是完全熟了 把里边的这些有害物质 已经完全破坏 那如果你不太放心 再拿出来重新煮制一遍的话 影响也不是很大 它对于里边的这些 营养物质的这个损失 也不会很大 应该对于我们的健康 没有太大的影响 食品专家说 目前市面上面售卖的 合格的一体化豆浆机 都是可以煮熟豆浆的 而不少街坊如果不放心 担心有些豆浆机 打出来的豆浆 没有完全熟透 再次将它加热 这个加热的时间也都较短 一半只有几分钟 也都不会对豆浆 造成明显的改变 所以各位观众 在家里自制豆浆的时候 可以自行选择 是不是再次加热 这个一体化豆浆机 打出来的豆浆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豆浆机 都是带有加热功能的 如果说在正规的商家 买一些合格的产品 在它自行加热之后 都是可以放心饮用的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而说到这个饮豆浆 大家除了想饮得安全 放心一点之外 都希望饮得健康 营养一点 说到这个营养 首先第一点 当然是要选一些漂亮的黄豆 而第二点 就到打浆了 而打浆之前 我们又存在一个疑惑 就是要不要浸一下黄豆 然后再拿去打豆浆呢 那浸了的黄豆 和不浸的黄豆 打出来的豆浆质量 又会不会是一样的呢 如果说不一样的话 哪一种又会更加好一些 从网络搜索来看 不少网友对炸豆浆之前的黄豆 要浸多久提出疑问 特别在现在市场上 还出现了很多 不用浸豆 就可以炸出豆浆的豆浆机 那用濕豆和干豆 炸的豆浆 在营养价值上 有什么区别呢 炸豆浆的豆 要浸多久才是最好的 泡一晚上 晚上 第二天早上做 隔天晚上泡的 泡一晚上 我是前一天晚上泡的 一个晚上 也要两三个时间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够了 看来大部分街坊都认为 炸豆浆之前 黄豆要经过浸泡 而且浸泡的时间 不可以太短 很多人甚至说 要浸六个小时以上 黄豆的营养成分 才可以充分溶解到豆浆入面 到底这些的说法 对不对呢 到底在自制豆浆之前 要不要将豆浸一下 浸和不浸 炸出来的豆浆质量 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们现在立刻来做个实验 首先我们就准备了三份的样品 而这三份样品的豆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品种的同一包豆 最右边的就是干的黄豆 中间的就是浸了六个小时的濕黄豆 以及浸了十二个小时的濕黄豆 我们现在立刻将它们 这次进行打浆 然后取氧了 同样为了验证浸泡不同时间的黄豆 炸出来的豆浆有什么差别 我们称取了同样重量的干豆 以及浸了六个小时 和浸了十二个小时的黄豆 然后倒入等量的水炸成豆浆 等待三份豆浆制作完成之后 调查完将它们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蛋白质含量检测 一天之后我们等来检测结果 检测显示 浸了十二个小时的濕黄豆 每百克含蛋白质37.6克 浸泡了六个小时的濕黄豆 每一百克含蛋白质37.2克 干黄豆每一百克含蛋白质36克 从数据显示来看 拆出豆浆之后 除了水化含量不同 三种浸泡时间不同的黄豆 炸出来的豆浆 它们的营养含量和炸之前 并没有什么变法 应该关系不是太大 如果是短时间内的话 因为九个小时的话 跟它放掉它里面的东西 然后长出一点东西来 它发芽等东西 可能还遇不到那个东西 原理上讲可能也有一点道理 因为它这些是豆浆粉 它这个黄豆本来放在它 它实际上是会育育保存的 如果是在潮湿 或者是浮过的水分之下 它就可以朝着增长发育那方面去 现在发育那方面 它可能是调动的 把所有的东西然后调动出来 它更加活性一点 但如果是经过一段时间 让它这样炮下来 确实是有点好处 那久了可能 它遇到发芽了 然后原来全身就要战斥了 因为它发芽到上面 它的东西已经吸收满 那边已经炮了 黄豆浸和不浸 它的残鱼营养成分 并没有明显变化 不过专家提醒观众 大豆营养丰富 经过水泡再磨研造成豆浆 充分加热后 大豆的结构状态发生改变 大豆蛋白的消化率 一下子提高为95% 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在炸豆浆之前 还是建议观众 将黄豆浸一下 不过时间就不用太长 2-5个钟就可以了 豆浆未煮熟 会残留大豆 天然含有的组素等有害物真 而且豆浆容易起泡 造成假肺现象 所以平时在煮豆浆的时候 要注意在煮藤之后 再继续加热3-8分钟 这样才可以安全放心食用 一体化豆浆机 都是边打浆边加热 所以用合格的一体化豆浆机 打出来的豆浆 都已经是煮熟 可以放心食用 自制豆浆选购黄豆的时候 要注意 如果有黑点 有虫眼 有色斑的豆 应该先选它出去 这样炸出来的豆浆才比较健康 炸豆浆前 可以先浸黄豆2-5个钟 这样黄豆的出浆率会更高 自制豆浆不太多 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在看完我们今期的节目之后 以后在家里自制豆浆的时候 就可以喝得健康又安全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你想了解 更多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记得收看我们的生活调查团 逢周一至周五晚吃的8点半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